今天带你聚焦 沙拉月首出任沙大新任荣誉校长 沙拉月准备透过环境保护政策应对气候变化 沙拉月政府与NetRunner签署谅解备忘录 建设四级数据中心园区 沙拉月总理接见高教部长 2024年沙拉月赛船盛会 古静河滨节将于10月25号到11月3号 在古静河滨公园登场 沙拉月政府致力于弥合城乡通讯差距 欢迎收看10月17号星期四的乌凯创语新闻 你好我小芬 首先带你聚焦 沙拉元首敦本新一湾Junaiti博士 被委认为沙拉月大学第四任的荣誉校长 以延续前任沙元首已故的 敦本新一湾Mammoth的卓越领导 那作为一位在管理和治理领域 具有高素质远见和丰富经验的人物 相信敦本新一湾Junaiti将继续加强 少阿月大学的愿景和使命 使他成为一所面向社区和可持续发展的大学 并符合他的座右名 那就是精明社区大学 我认为沙拉月大学的 非常重要的事实力 也要继续上了 联合北美国大学的 社区大学的 我认为沙拉月大学的 国家中有正在 国家中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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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也就是周三在沙元首府举行的颁布仪式上 元首接获了高等教育部长 拿杜斯里赞比里博士所颁发的任命证书之后 他就对媒体表示说 是一位从来没有停止过获取知识和经验 具有非凡国际视野的伟大人物 他说他不仅仅在政治警务和法律领域当中 拥有丰富的职业经验 而且还涉足多产的一位作家 我会拥有本事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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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与此同时,沙大校长阿莫哈达教授也承认沙元首的出色表现 他在担任警察,律师,国会议员,政治家和沙元首的时候 都肩负起所有的职者 他在担任警察,律师,国会议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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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随着这一项宣布,沙元首也正式受委为主持毕业典礼,授予学位, 并履行大学章程和大学学院法规定的任何职责 换个焦点,沙老岳已经准备好迎接那些通过推荐新保护政策 以协助沙老岳实现保护环境倡议的科学家们的到来 沙总理德德巴迪基丹斯里阿邦朱哈瑞吉表示说 科学家们现在正在讨论因为碳排放超过极限而导致的气候变化 从而威胁人类生存的议题 总理星期三在2024年国际热带科学大会的晚宴上致辞的时候 就强调说,沙拉越政府目前正在专注于利用沙拉越的优势 来应对气候变化变迁所带来的挑战 我们知道非常好说,沙拉越是锅盘 但是,如何 balance沙拉越的沙拉越的沙拉越的沙拉越 因此,沙拉越政府与沙拉越的沙拉越的沙拉越 他还希望说,2024年国际热带科学大会能够提供有用的见解 以探索热带资源,为全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尤其是在气候变迁的应对上做出贡献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沙拉越政府透过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 和NetRunner有限公司签署了一份量解备忘录 以开发四级数据中心的园区 昨天在古近婆罗州会展中心举行的 2024年沙拉越国际数字经济大会开幕仪式之后 也进行了这一份量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这个数据中心将由可再生能源来提供电力 以满足地区上对安全数据储存和处理设施日益增长的需求 透过这一项谅解备忘录 双方将透过信息共享来进行合作 并促进项目的开发 而NetRunner作为项目的主要开发商 将专注于四级数据中心园区的设计以及建设 同时要结合最先进的节能技术和全球安全标准 与此同时,众人也见证了NetRunner和Azio集团有限公司Zecon和华为 Zecon与中国国际集团马来西亚雨线公司 以及烧拉越数字经济机构 烧拉越卓越技术中心和Zecon之间所签署的四份谅解备忘录 那另一方面,总理和众位嘉宾也在开幕礼时 见证了烧拉越当地机构和外国机构之间的 13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总理阿邦祝哈里昨天在国境婆罗州会展中心 接见了由高等教育部部长 赞比里博士所率领的代表团的拜会 那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表示说 他和总理会面主要就是为了探讨 烧拉越高等教育的发展 那当谈到了少育政府拥有的学院 机构开发航天航空课程这一事的时候呢 赞比里就表示说高教部已经准备好 随时来提供帮助 那就在拜会活动结束之后呢 总理也出席了位于古境的Demand Link Connection 牛线公司办事处的启用典礼 而这所办事处将推动烧拉越的数码化网络 另一方面2024年烧拉越赛船盛会 古境河滨节将会在10月25号到11月3号 在古境河滨公园登场 那到时呢将设有各式各样的有趣活动 让民众一起来参与 烧拉越旅游创业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部长 那杜斯里阿杜卡林就表示说 今年的古境河滨节主要活动当中就包括 有烧拉越国际龙舟赛 以及烧拉越赛船项目 他也指出第10届烧拉越国际龙舟赛 将获得来自21个国家的61支队伍参加 一共有1872名参赛者参与其胜 这次是 acara Lombak Perahu tahun ini 也够 cukup meriah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会在 如果有些人有些人 尤其是 Sultan Burnai 也会在一起 和基金主义 在比赛场的比赛场 和基金主义 特别的比赛场 和基金主义 和基金主义 因此,少许多的 给我们感兴趣 和我们的感兴趣 我们希望能看到温泉坡 成为一个温泉坡 很够的活动 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 和国家和国家和国家 来与我们一起来 OK 他星期三在见证了 2024年12月赛转盛会 古今河滨节赞助单位 模拟支票的移交仪式之后 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提到说 今年的赛转盛会 将有16项类别的比赛 以争夺和王碑 那到时沙元首和元首后 都不安 德德巴丁基到法加 将会在11月3号出席观赛 阿杜卡林也说 沙总理将会在10月26号 为这次盛会来主持开幕仪式 那11月3号的闭幕仪式 则预计将会由沙元首来主持 除了和王碑的争夺战之外 也将有各式各样的活动登场 例如沙月企业家展览 婆罗洲手工艺节 烹饪示范 沙月马来鼓 另外加一个全新的活动 那就是三公里的马拉松 此外2024年 沙月赛转盛会也获得了150万令吉的赞助经费 那其中作为白金赞助商的沙石油公司 一共赞助了55万令吉 那金牌赞助商 国油公司 伯特拉能源公司 以及明都鲁港口控股公司 则分别赞助了30万令吉 而作为铜牌赞助商的 JX Nippon Oil & Gas Exploration 公司则捐出了5万令吉 这一项财务的支持 将进一步来改善有关活动的组织 并为所有的参与者和游客 来提供更美好的体验 目前我们看到 沙月政府正致力于 你和沙城乡之间的通讯差距 沙总理署副部长 拿督阿多拉塞多 昨天在沙公关单位所举办的 2024年建立联系的对话上 就强调说 通讯要根据沙老月的 实际情况来进行 更要符合沙老月人民的需求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偏乡的居民 那与此同时 沙老月副政府秘书拿督沈赞奇就表示说 乡区和城市地区的基础设施 无障碍程度并不相同 在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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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现在我们 集完搜集团队 我们准备有成功的 座路 brethren 这以及杀输 Music 这就是 杀输人应你 都只得到 早前 沙阿公关单位总监 沙姆西蒙 在致辞的时候也强调说 由于沙拉月孟人广阔 所以面对面是商区居民交流的主要方式 新年新闻的最后 带你一起来见这2024年国际热带科学大会晚宴的盛大画面 感谢你的收看 欢迎浏览UKAS所有的社群媒体平台 同时请你关注UKAS的官方网站 和订阅UKAS的YouTube频道 以掌握更多的最新动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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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